尊敬的各位领导 老师 家长 同学们 大家好 站在这里分享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我要重新面对没有学习红语文化之前 那个可怜 可悲 罪恶的自己 这些天不知哭了多少次 痛苦了多少次 才能够平静地写出来 即使学习红语文化 明白了夜阴果报的道理 依然很难原谅 大逆不到 冷漠 自私的我 在我25年的人生里 最正确 最幸运的是 就是在罪恶累累之后 我能够真正地走进红语文化 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愚痴无知 有机会忏悔我的罪业 下面我把我的部分罪恶分享给大家 有波足之处 请见谅 我叫宋晓慧 来自黑龙江省海林市 今年25岁 毕业于加姆斯大学 我的家庭是四口之家 父母从事屠宰贩卖猪肉行业 20多年 我从小见惯了血腥杀生的场面 父亲也经常对我说 谁要欺负你 就打回去 有爸爸兜着 所以我对生命充满了漠视 女生害怕的一切 动物 事物 我通通不害怕 包括对我自己生命的不看重 我在意的谁要是抢走 破坏 我可以杀了他也不在乎 并多次对人起过杀心 被我父亲母亲好言相劝拦了下来 是老师让我知道一切因生命而拥有 让我知道生命平等 以前我总不明白 我的父母都是很善良 勤劳 顾家的人 待人真诚 在外面人际关系也很好 但是为什么家里如此的不太平 总是争吵 打闹 生病 住院 出事 家人总是莫名发火 嗔恨心如此重 爸爸喝酒后总是变了一个人 就像个暴徒 对所有人都谩骂 指责 尤其对妈妈非打即骂 甚至不把钱当钱到处乱撇 爷爷奶奶在世时都管不了爸爸 清醒后都不记得做过什么 又是那个慈爱有理的爸爸 他还有个恶习 那就是赌博 认识的还都是有钱会玩的人 大吃大喝大玩大赌 钱不知输进去多少 卖肉很挣钱 可是却攒不下钱 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大富大贵却不可能 我从出生到现在 就总是被吓着 妈妈经常看大仙 从此妈妈对仙有了依赖 一有事或求不得就去找仙 小学时供上了保家仙 在我初中时 赶着了一个披如来外衣的大仙 住到我家 经常盛袋子盛袋子的大宝 往我家运 爸妈叠完就烧 因我家做生意认识人很多 别人听说就也上我家找那仙看 而我爸妈更是对那仙言轻计从 肉也不卖了 因为这个仙我家硬皮如洗 仙那时不见了 我总是生病 一开始是小病 大了就是大病 一花就是几万 一切都印证了老师所讲的 不敬财不好花 凶入兴出 用别人的生命换取自己的利益 又怎么会太平 小恶若鸡足以灭身 更何况如此重的罪恶 变化总是在发生 当你没有预料到时 结局也许是你无法承受的 因为没钱 爸爸外出到山东沿海一带打工 妈妈在家边打工 边照顾我和妹妹 父亲回来后重操就业 并延续以前的生活状态 喝酒赌博 爸妈的不满 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 并且爆发 妈妈不再忍气吞声 再加上我和妹妹长大 不再需要照顾 因不愿见到爸爸 妈妈晚上开始出去 直到九十点钟 爸爸睡着后回来 家庭的矛盾 升级为战争 妈妈的诅咒 爸爸的暴力 你怎么不死 离婚 等等恶毒的语言 充斥着我的生活 从此 我的幸福 生活已去不复返 我从一开始的无助 到冷漠 面对家庭战争 我选择逃避 想尽快离开 那个冷冰冰的 所谓家的地方 我离家出走 但那次我还没来得及 走远 看到鼻青脸肿的母亲 亮亮亮亮的 在大街上找我时 我的心碎了 这七年来 我经常用金刚石 来形容我的内心 因为那是自然界 最坚硬的物质 心坚硬了 就可以不再被伤害 爸妈 因我和妹妹没有离婚 但是却一直 彼此伤害争吵 口口声声 说爱我和妹妹 可是为什么 不能给我一个 幸福和谐的家 所以我经常 劝他俩离婚 并为姐说 如果你俩离婚 我就不再认你俩 从此 让我自生自灭 至今 在他们眼里 仍然是好孩子的我 已经造作了 无边的罪业 我的性格 因此变得暴躁 只要一发火 作得比我爸爸还厉害 我会用语言 这把最尖锐的刀 扎着爱我的人的心 而且刀刀见血 妈妈从今 说我的心里 除了自己 谁都没有 最自私了 那是妈妈去年 哭泣着 对我说出的话 小学初中时 我班是全校 公认最乱的班级 但高二开始 我不再拒绝 不良诱惑 高考 因为我不负责任的态度 估低了五十多分 报的学校 也选了最差的 二本三流学校 而我之前的目标 是哈工大 但没了家 我的奋斗 还有何意义 罪恶的大门 一打开 人生 就没有了底线 我自暴自弃 什么好的事 都不会去做 不再与父母交谈 大学毕业 刚刚旅游 回家的我 再一次生病了 开始以为是 招凉 加上吃全医院 闲到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一病 就是两年 因为这场病 2012年底 我得到现实一果教育 妈妈听说 红语文化能治好病 极力求我看碟 因为妈妈没看 我在看八十多集时 在父母的争吵下 我又自暴自弃 想病好了 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我对光碟的 不了解不重视 加之善根福德的缺失 一年时间 我没再看碟 因为工作到处旅游 所到之处 生蒙海鲜不在话下 我依然费勤忘食的 看小说 一看就是五年 饭是我妈妈 端到我面前 我才吃 我爸爸不断地劝说我 但他们的话 我从来不会去听 并往相仿的方向走 有一次我爆发了 是我与父亲 断绝了父女关系 本来就不怎么说话的我们 更是一句话也不说了 父亲对我感到了绝望 直到纪念一月十八日 那天早上六点 爸爸从屠宰场回来 说难受 躺在沙发上 浑身发冷发晕 以为是感冒 我当时听到了 但是我动也没动 仍然继续躺在被窝里玩手机 他那天早上 饭都没吃 就去市场了 早上九点多 爸爸在市场被送到医院 被诊断为脑出血 并伴有中风 今年的冬天很冷 但是也没有我的心冷硬 我根本没想去看他 直到在妈妈的催促下 下午的时候 我才到了医院 但在看见他时 我哭了 那还是我的爸爸吗 强壮 很少生病的爸爸吗 从来没想过 爸爸会生病 而我都不知道 我的父亲 已经得了几年 严重的高血压了 那天他躺在那里 痛让他神志不清 眼睛 浑浊冲血 连转动眼珠 这个动作都那么地艰难 身体瘫痪 需要两人扶着 才能坐起来 因为我爷爷 二伯都是脑出血去世 我才如梦初醒一般 我意识到 我有可能会失去我的父亲 这才开始着急心痛 经过给我光碟的仪的提醒 我第一次 为父亲送了部圣贤经典 过年 我们全家是在医院度过的 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年 医院周边饭店都关了门 但吃着青粥前菜的我 看到我爸爸还活着 这些年来 我第一次感到幸福 爸爸出院那天 是被背上楼的 我在家边照顾他 边看老师的碟 我爸爸恢复得很快 二十多天 我爸爸自己就能下楼走路 而且不知道的人 根本看不出我爸爸得过病 我心里对老师万分感激 我看完碟 也痛不欲生 原来老师光碟中 讲了好多人生种种不顺 求不得 老师都已经告诉了我原因 也告诉了我该如何去做 而我因为自己的偏执偏见 差点错过了 能改变我一生的教育 得到过 却没有珍惜 反而继续造作了大逆不道的事 还好一年后 因为我的一点孝心 有机会再次学到红语文化 并且 这次是坚定不移的 我耗费了七年光阴 没行走好我的段落人生 是我父亲的生命 和老师的教诲 唤醒了我还未完全泯灭的良知 今年五月 在父亲能够自理的前提下 我来到红语 就像见恩师一面 但来红语后 我被这里的一切所吸引 所以我参加了学员班 如鸡四可地学习着 我希望通过我的改变 能让我的父母眷属 能够早日学习红语文化 因为我的眷属 几乎都是在做厨师 或者开饭店 并有家族高学压室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离苦 通过学习 我断除了谐音 小说 网络游戏 升起了对父母的感恩之心 感恩 他们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知道了不能因为父母的错 而伤害自己 这不能是我堕落的理由 我懂得了自尊自爱 并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不再抑郁 自闭 狂躁 我甚至找到了 我想要走的人生路 那就是 我要跟随着赵老师的脚步 回报老师的再生之恩 用我的绵薄之力 帮助更多还在浴海里挣扎迷茫的人 希望大家以我的惨痛教训引以为鉴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聆听